好吧 入境泰国的政策又有了新的变化 入境手续更简单 更方便了 从2022年的3月1号开始 无论你从全球的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 入境泰国 那么直飞或者转机 尽可 而你需要符合的是沙盒计划要求和TESA&GO要求 就可以入境 有以下几点需要提醒您 一 入境之前记得申请入境二维码和相关的签证 如果没有申请到签证 那么你也可以使用落地签 但是落地签提醒您只有15天的一个停留期 二 你需要提供相关的疫苗证明 疫苗证明的内容的话呢 可以看我上一条视频 三 记得预定SHA加一碗酒店和PCR检测的一个费用 PCR检测从原本的第二次 也就第五碗的话呢 取消了 取而代之是新的 你可以使用ATK检测盒 那么在泰国的各大便利店或者是超市都有卖 价格不贵 第四条 记得购买相关的医疗保险 而这次的新的计划是把原本五万宝额的医疗保险改为了不低于两万就可以了 你看 我身后的这里就是奈海海滩 很多的游客已经来到了这里 那么泰国此次的计划呢 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 让大家来到这里旅游 真的很漂亮啊 好了 我是牛仔裤 我在普吉岛 等着你们方便的时候来找我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